假设我今天需要把两张放在一起的话 如果在那个拍摄里面的话该怎么run 首先第一个你需要先把长条图先画出来 第二个的话再把圆柄图画出来 最后把两张放在一起 答案就OK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流程 就是你先会画第一个图 这个第一个图我想应该跟前面我们画过那个长条图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我大概把它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张 其实它主要就是说 一样我们是用这个MatchPrizeLab 把它里面需要给它几个资料 第一个一定是要它的这个所谓的label 这个label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应该是 我先把它绣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把它放旁边好了 这样一起关照会比较容易理解 首先的话这个label实际上就指的是下方这些资料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画一个折线图或长条图的话 不外乎你就是要先产生什么 产生X跟Y的资料 那X其实所以label的名称上面就是其实就是X 那size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的Y OK所以其实或者将来因为只是名称不一样 那当然变数名称我觉得也对于你这样的理解会有点差别 所以慢慢要习惯 或者说如果你看不懂 像我的习惯 你可能还是要有个teamwork的命名方式 反正你写的大家也可以看得懂 其他人写的你也可以看得懂 这样可能会比较OK 再来的话就是它的colors colors实际上就是要丢给每一个 应该是这个地方colors这边有用到吗 看一下底下我们画足 底下的部分的话 这个好像没用到 另外的话这个ticks ticks就是这个底下到底要跑几个 这个好像现在这边也基本上是用得到吗 1到label label总共有四个 四个加一就是一到四 一到四 所以这个ticks应该理论上 这边 其实这有点多词一句 这边的话理论上 如果我把这个ticks关掉 我记得好像直接就把什么 把这个也关掉 ticks这两行其实我跟刚刚那一题一样 你就直接把什么 把这个label放在哪里 放在bar里面我印象中就ok了 把这个放在ticks 有没有 我印象中这样就可以bar 然后把什么呢 把那个月份跟size跟color 甚至这个好像也不用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 其实就是一行两行三行四行我看一下 应该就ok了吧 对ok了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x轴的资料 y轴的资料给他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放到这个 plt的bar 然后让他画出来 主要给他几个讯息就好了 包含就是说什么 他的x 他的y 然后他的颜色 颜色是蓝色 如果说这个宽度太宽 还记得吧 顶多是说你这个后面可以再加个doh点 doh点什么 doh点那个wis 有没有 然后wis等于什么 等于看多少 不要0.5好了 让他窄一点 有没有 这个我们前面有做过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呢 看到的就是什么 0.5的宽度